主料,面粉200克,辅量,鸡蛋5个,盐,西红柿2个,水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面粉200克,面粉用普通面粉就好了,高粉低粉无所谓,盐少许200克面粉加入1茶匙盐就可以了。 鸡蛋2个当然你喜欢更香滑一点,全部用鸡蛋代替水也是没问题的,把鸡蛋刻起面粉,加少许盐,适量水,先搅成颗粒状,然后整整面团,反复揉成略硬一点的,这样擀起来才不会破掉,面条才更劲道,叫个比较温暖的地方,把和好的硬面团用盖式布盖起来,或者直接这个小盆倒扣在下面也可以。 请20分钟,请好的面团,至于面板上,撒干面粉,先用擀面杖擀开,略薄的时候,卷在擀面杖上,慢慢擀成薄薄的大面皮,擀好的面皮撒干面粉,防止粘连,卷起来,或者折叠起来。 从一头开始,切成粗细均匀的细面条,拧了一吃粗的,就切粗一点呗,哎,我明显在凑字的,其实这个过程简单的要死,谁看不明白谁是BC了。 切好的细面条撒上干面粉,抖散,西红柿两个,表面切前口,用筷子插着放在烧开的水里,热煮,捞出,用手死去西红柿皮,切成大块,鸡蛋先打散,烧热锅,倒入油,由锅烧热,倒进去打散的鸡蛋,快速滑炒,炒成形成出,炒过鸡蛋的锅里, 仍然会有少许油的,直接倒入西红柿块,中火翻炒至西红柿猪红汤,放入炒好的鸡蛋,跟西红柿一起继续炒入味,炒好的鸡蛋和西红柿里加入清水,大火烧开,加入擀好的面条,加入盐,加入盐,一是为了入味,二是为了防止面条粘在一起,大火煮开,中火煮至面条成熟,烹饪技巧, 和面的时候要加盐,面条才更留任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